早两天经纪朋友通知我,维港一号开放燕楼问我去不去 当然不用想立刻答应 在售楼中心只能看到积格间隔 对外景观一点都看不到,只能猜猜猜 看燕楼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 那当然不仅看单位以外景观 还要说个feel,人有五角,包括视角、听角、触角、臭角和味角 看现场清水房单位,大部分都用视角和触角 售楼中心这么漂亮,就想营造一种良好感觉 看现场就最好了,凭自己的感觉去判断屋苑质素 有兴趣启德跑道发展区的朋友,目的都是为了环境 维港一号设置了两个门口 面向九龙湾和观塘这边,可以直达启德海滨走落 先带大家看现场海滨景 前面这块内海湾将来会是一个水上活动中心的场地 我们直接上去2B座32楼A室 一个三房一套,面积656平方尺 采用三合一露台,连工作平台,加冷气机平台设计 高层望下去会更加开阳 最远那边就是你的沿门,看近一点就是东九龙CBD2 前方海边停泊了很多游艇,现场空气流露得非常好 大家听听一下 建议大家亲身上来感受一下,就算不开冷气 这个单位都非常通风 原因,两个洗手间都明似有窗 再望远一点,启德城和启德体育园 基本上这个景观最有保证 带大家看一看洗手间 当我们关闭上去的时候 你会见到,我们这个边边其实很近 但有机会发现,原边就没那么容易撞到 例如有老人家和小朋友,也没那么容易撞到边 更加上你可以当手抽位,或者毛巾可以放在这里 要拉开用的时候,你会用到 一样东西都挺重要的 如果你的边边太贴了,你会撞到它 但是撞到它之后,你的桌面这块石就不可以拿到那么准 所以你会见到,它是尽量将桌面 由在座次的后面,跟着用浴室的平面 可能女士很喜欢放很多洗头水,或者其他护肤产品 包括桌面,它都拿到最阔的 你会看到,设计在想的时候 是打算用家的角度去看多一点 直入走廊,右边是两间客房 由于单位,厅房同向,第一和第二客房 同样面向九龙湾内海景 面向大窗,左右两边都没有横梁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名刺设计 这也是一个名刺有窗的浴室 另一点也想跟大家提醒一下 门一打开,座室摆位放在右边 当你使用的空间,站进来的时候 你是多些选择性去用的地方 这就和你摆位的设计有关系 浴室,你要去派砖 砖的砖,除了漂亮之外 还要有功能,比如像这里 这块是一块大砖 而碰口位,即是那块砖的砖 把小的砖放在左边 进来的时候,我们的视觉上 除了看到浴室是比较整洁 是大方,因为砖大大块好看很多 还有就是那个洁净问题 由于没有那么多碰口位 所以就不容易起梦了 那这个呢,是它所有的洗手间 我看到都是这样做的 或者这么说,大部分的洗手间 也就是说,用家可以自己控制到温度 那就是自主性强 这对使用的洗手间 我都有厌介的要求 比如说,在我其他的项目 比如在黄竹坑 我记得我曾经提过 或者是某个项目也提过 比如老人家或小朋友 我们的脚不是很漂亮 那它的高度就不是太高 而是我的膝头高的低一点 由于为什么呢 一般浴缸的容量 是不会有太大差别 那它的好处就是 它的浴缸其实是被流层做矮了 那就是说,你注意一下 去水位,这个位置 和地下基本上平了 那就是说 它那个去水的隔气 或者其他摺泡位 就会在这个地下平面的下面 变成就是去了留下 但是不会再矮一点 那好处是怎样呢 当我一走进去 第一只脚一伸进去 是很不需要低很高 我都能进去 对于一些老人家的使用方面 是比较理想的 那我就觉得 家里用这些光线好用 这个主人套刺 如何分割刺子的卫生问题呢 它就在这里做了活门板 就把刺子放在埋别 接着呢 刺子的刺子就会跌到下面 那刚才我所形容的一样 它做了油压的鼻 那用家就可以在这里 拔刺刺 而这么近之间 和座翅这么近呢 就算有水弹到 都会被面遮住了 如果大家有留意过 在示范单位当时我看过 我就说 为什么这么奇怪呢 我不见到它这个位置 如果流咸水的时候 没有键可以关上它 在现楼就看到了 发展商的处理手法 就将咸水键放在下面盘柜的里面 没有做到外路 在一般新楼上比较少见 走进去主人套房 有转过玻璃幕墙 而即使都专专将窗 拿到最尽 差不多是长生的一半 两边都有窗 增加通风效果 这个景呢 我估计大家看到 都会很开心的 那我们走近看看 左边看呢 就是看到 启德圆区 这个单位 在正corner 叫大单边 所以景观 不会有遮挡的 而我们转向右边 就是望着观塘 游艇拍摄在这里 其实景观都非常开圆 接下来参加的单位 是望向维多利亚海港 我们再看2B座15楼G室 一个两房单位 536尺 这个两房仅存单位 一进到果仪关位 右边这个凹位就做了 上吊柜下生柜 对了 由于我进去厨房 我拍摄就没有离开那么远 如果这两个按针 放在这一边 我就觉得会更加理想 硬厨呢 这个单位 在铺酸铺排方面 现在看到 右边是细转 细幅 而左边是大幅 如果这两边倒转了 我会觉得更加好 有一件事想提提 发展商选择料的时候 它都选择得很好 我个人很喜欢厨房 要抹 所以碰口位 就比较少 是最理想的 它就用一个长条形的一幅 由地上 直接 上到腰位 我估计 这里大概去到1.4-1.3米高的砖 这块是转的 而它就由两大幅砌成的 看上去就好归1 在这个项目 留意了几个单位 全部都有做到水档 当有水的时候 不会直接浅上去墙身 这个升盘 这个距离比一般的 是比较短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能在即楼的设计上 有一个预计 我会看到 在前面这一级 其实都很轻易 用来拿东西 我现在是不需要太费力 我就可以 伸手拿到一些 例如清洁剂 或者其他厨房用品 至于窗方面 我很容易 凝一凝 我就已经开到脆了 水龙头设置在 升盘的左上角 会更加理想 秘用空间也会多些 两房单位 拍饭厅都没有横量 相信大家很喜欢 两房耿厨 还会有一个 名痴 就像刚才所说的 发射箱 用了很多 一块玻璃 连在浴室 这玻璃也是一块 当然 要符合预设计 条例 他们做回玻璃 这个高度 要高到1.1米 这样 就会防止 其他人 整个项目 然后呢 它的窗都是这样 去拧 然后向外 推出去 在补局上面 由于 左边有个窗 而水龙头 和温度控制器 就一定要被逼住 放在右边 提提大家 基于 抽气位 都会有一个 流走的风 好气向上升 抽走会更加快 会更加理想 同样都用了三盒 一式露台设计 不如对外看 有景观 和泳池景 我们用360相机 凌空拍摄 泳池长度 真正可以给 成人游泳 大概50米 另外垂直的边 我们用软件量度 大概28米 第一间客房的环境 主人房也设置 斜角玻璃 幕长窗 视野角度 都很宽阔 在主人房门后 一个凹位 可以做一个 入场 高身衣柜 可以做到双顶 再看2B座15楼 E室 一个452尺 单位 单位里面 没有玄关位置 开放式厨房 以箱工作台台面设计 小手间 可以参考之前的G单位 两者最大分别是一个有窗 一个没有窗 如果大家到现场看楼 特别望向九龙湾商业区这一边 除了每个单位 厅房同向之外 每户都同向 如果你第一次收看《上楼德》 这个频道 我们会从物业建楼方法 和基建规划方面出发 有时也会分享一下我对物业的看法 如果不想错过的话 记得快点订阅 《上楼德》这个YouTube Channel 以及按旁边的小铃铛 由于片场关系 我们暂时看着现楼单位 下一条影片会和大家看一看Cup House